接下来是我们的A-Hub网络的模拟 在A-Hub网络模拟主要当中要介绍的是如何去部署这么大量的device 也就是说如果我仅有一千个一万个 或者你自己部 如果自己部应该 光币你就点到这个手机抽紧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透过信用的工具来做 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先给各位看一下做了的图 我们把它画面稍微调整一下 那我们也稍微让各位看一下播放的结果 这是模拟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希望从这个host 传送资料到这个host 所以中间我们会经由我们的A-Hub方式来寻找我们的 可以桥接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速度稍微折快一点 我们再看一个效果 好播放 好像这样 好那重点来的怎么去布这些 所以我现在看一个新的很快来做一下给各位看 我从这边去 这边去设计 我们的802.1A的MOMO 好那你要加其他的也可以 目前我们是示范802.1A 那我这边跟大家讲说我希望在什么样的范围内 来产生5乘5 好这一个device 那每个device的这个设定的这个距离是200公尺 好那设定好之后因为这一道他就帮我顾好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去应用的 那刚刚我们在画面当中还有一道墙 那我们这也可以来拉选 好那目标就是让这个讯号不要互相干扰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部署的这个部分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一个MOMO的设定 就是我刚给各位看到的画面 好那产生我们的这个移动距离的部分 这边我们可以交给大家来做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产生device的方式 好你可以看一下 在一样刚刚同样的位置 我们在insert的时候我们刚刚是选这边 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勾选用rendon的perception 好随机的位置 那我希望多100个好 好那我们先来产生 我这方面当中就会有100个device 好那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去指定这些device会移动 那当然我们用图法铁钢的方式慢慢拉 我希望这个device移到这边 这个device移到这边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会希望他们够是乱数的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透过工具当中 来产生任何这个位置的移动 好我们注意到已经产生好了 非常简单 好那所以我们这边也直接播放一个现场的 各位看好 好那这个是我们已经产生好的 好那我们在播放模式当中 你们注意到 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device在移动 大家了解吗 那当中你就可以去加上比如说想要的traffic 甚至你可以去加强 好然后让你产生一些能力的效果 好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好Ahard的部分 好的 好的 好那这像我们刚刚已经有解释 对吧 我直接去提供我们的讯号 好 好 好